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能够耳目一新 现在要向各位报告一个宗教消息 在洛杉矶区区这边有一个Monovia寺 这个寺有一个禅寺叫做观音禅寺 观音禅寺在诸多的佛教道场里面 是一个颇为清净的一个修行道场 观音禅寺就在今天4月19号的早上9点正 开始了梁皇宝燦的法会活动 这个法会持续的从4月19号到4月22号连续4天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就在这个禅寺里面举行大法会 一般的这个法会梁皇宝燦 有些举行了7天 有些举行了8天 而观音禅寺特别选在白天 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结束 一共举行了4天满满的法会 可以想象这些和尚师傅们 在台上这样子不断的诵经的确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一般人可能站个一小时受不了 他们可是要连续站个十几个小时 这个法会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先来听听观音禅寺的助词超庚和尚 他怎么跟我们解释 梁皇宝燦为什么要办这个梁皇宝燦法会呢 梁皇宝燦呢 梁皇应该是指着梁武帝 南北朝宋起梁城梁武帝 这是一尊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所以人家把梁武帝叫做皇帝的菩萨 他们怎么会住这一部梁皇燦呢 其实不是梁武帝说的 而是为了超度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带着出道 各具在皇宫里面 大家争权夺利 争风出世 造业太重 他往生以后就堕落到这个王舌 念出什么道 那么以后呢 这个夫人来求梁武帝 希望他能够救他 想来想去有什么办法 我们梁武帝就招请了所有的高僧大德 有什么办法 当时呢 一般的高僧从大藏经里面去找 怎么超度 他真正能够消业障 或者超生 所以当时把一般的高僧大德 经典里面精华找到了 他就请他办了一场非常师胜 非常隆重的一华会 就按照梁王宝山的功德去做 做了以后呢 功德圆满 功德圆满以后呢 这个梁武帝的太太 马上回来报恩 报告好消息 谢谢我们梁武帝 他今天 祠卑请了这么高僧大德 为他做这些大功德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升天了 从这个圆云 所以代代相传 我们肯定呢 这种颤里颤功德非常殊胜 尤其是良方保餐也是非常非常难得 在这里面强调 叫慈悲 有慈悲心才能化解问题 梁武帝的太太为什么堕落 也就是缺乏慈悲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学佛 讲修行 礼佛拜餐 也就是要培养慈悲心 怎么去表现我们慈悲的行为 所以这个良方保餐里面的意义 非常博大精深 我们可以说呢 他文字呢 非常优美 一般现在人写不出这样好文章的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餐文念书了 熟读了 经读了 把它大意聚起来 我们可以读佛法 怎么要组织去修行 怎么去救度众生 信仰佛法 所以这部餐呢 是非常难得 一般呢 什么大别餐 这个水餐 药树餐 都是很简单 像这个良方保餐里有十卷这么长 他们呢 有请入生的 讲了很多很多 都教我们怎么行菩萨道 怎么样的表现慈悲心 一段一段的 不但为自己求善悔 为我们的父母 现生的父母 我们留亲见识 礼佛求善悔 也为我们各去生的父母 生生世世 乃至所有的 地狱道的 畜生道的 恶鬼道的 天道的 反日 轮回在生死之中 受轮回苦的 我们都为他礼佛求善悔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礼拜两访 忿意义非常重大 就是讲修行 就是要培养慈悲心 世界上再没有种种纷争 再没有种种灾难 一切灾难 一切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造业 我们没有慈悲心 而带来的 所以今天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能够来学佛 能够来礼佛拜餐 增长我们的慈悲心 也可以说培养我们宗教的情操 这样的修行 我们肯定的 注力于他 你的个人 福德增长 自费增长 阅障消除 你的六亲见属 现在的所有人 乃至于 你的地代祖先 冤亲在属 他们都能够 得到操生 得到种种功德 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殊胜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谢谢各位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操根和尚实在是非常的慈悲 他把梁皇宝燦的来由 以及他的功德 讲得非常的清楚 相信各位也了解 梁皇宝燦的一些典故了 假如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你在世的亲人 或是已经往生的亲人 或是许许多多累世的 冤亲在主 假如你在心灵上 觉得要慈悲的 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话 这边有 关于禅师的电话 打个电话 跟知识的小姐 跟她讲 说你想要参加 他们会帮忙你的 这边也有地址 假如你有空的话 不妨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三天 随时可以去参加这个法会 观音城市是一个好亲近 好亲近的道场 我个人是蛮喜欢去的 所以这边 不管你是不是做法会 或是在你心灵上 有所一些需求答案的时候 我相信观音城市这个道场 是您最好的选择 同时在千封公电视台的 宗教频道上面 超宫和尚讲了阿含圣典 一共六十集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把它一集一集的整理好 然后送上YouTube 大家随时可以从第一集 慢慢的学习 超宫和尚讲这个非常不容易 讲的阿含圣典宣讲 今天就为各位报告宗教新闻 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